宝宝们好 欢迎来到小任国财经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A股四千只股票 到底要怎么选 如何选 选股其实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个技术 我自己选股一般会从20个子纬度 来全面考量一个公司 首先就是行业的紧细度 行业增长空间 公司在行业的位置 第二就是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公司的护城河 公司营收和盈利情况 公司的盈利增长空间 第三就是当前估值情况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三表的情况 股权构成 治理机构是否完善 公司核心管理者的水平和人品 解禁和增减持情况 历史分红情况 机构关注度 机构持仓情况 股东户数变化 K线的价格形态 爆雷风险分析等等 所以想认真分析好 并且挑选出一个公司 是需要不少功夫的 对于新手宝宝来说 可能一下子掌握不了这么多 需要慢慢的学习 那我给新手宝宝总结了一个简单实用的选顾方法 可以做到模糊的正确 在投资市场有句话叫 另要模糊的正确 不要精确的错误 能做到模糊的正确 很多时候也能赚钱 首先呢 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 您眼中的A股不应该是4000只股票 而是应该不超过300只股票 A股中绝大部分的公司股票 其实是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 甚至只能算投机标的 互生300里有些股票都是僵尸股 典型比如说四大银行和两桶油 所以您如果是认认真真做投资的话 您的股票可选范围应该是不超过300只的 如果您专业能力比较强 经验比较丰富 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500只 新手宝宝怎样用简单的方法挑股票呢 第一就是看市值 我的原则是110市值以下的公司都不用看 100到500亿的选优秀的看 主看500亿以上的 为什么100亿以下是值得不建议新手宝宝看呢 一方面中国10%以上的GDP增速的时代早已结束 大部分行业增长 大部分行业增量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存量竞争的时代 在存量竞争的时代 各个行业小公司逆袭的机会是很小的 基本都要被龙头大公司降维打击 好一点的小公司还可以保个温饱 差的就直接难以存活倒闭了 所以对于110亿以下市值的小公司来说 竞争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110亿市值以下的公司股票缺乏流动性 大的机构像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都不会去买的 他们的研究员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几十亿市值的小公司 几十亿的公司因为市值很小 也容易被游子和一些小的私募控盘 在这种被控盘的股票中交易 散户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避开了100亿以下的公司股票 宁就避开了A股的大多数雷区 市值越大 公司相对就越安全 第二就是看盐报数量 如果一个公司根本没有券商出盐报 那这个公司你基本也可以排除了 没有券商出盐报 无非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公司机构根本看不上 调研都懒得调研 这种机构肯定也不会买了 你买了也没有人帮你抬轿子 还有一种可能是机构研究了 但发现这个公司有问题 而业内的潜规则是不能出看空的盐报 所以就直接不出了 有没有券商盐报以及券商盐报的数量 多少直接显示这个公司受机构关注度的 受机构关注的程度 一个公司受机构关注的程度越高 你买入后赚钱的机会自然也就越大 第三就是看增减持和回购 一个公司好不好 股东和管理层永远比外面的人清楚得多 如果一个公司股东和管理 如果一个公司股东和管理层大幅减持 要么是急于套现 要么是对公司前景不看好了 趁股票高的时候赶紧捞一笔就跑 而如果公司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 或者管理层自掏摇包 大量增持自己公司的股票 说明公司管理层觉得自己的公司股价低估 趁机买入赚差价 也可能是公司未来有重要的业务突破 管理层抢先进场 增减时都是真金白银在买卖 可信度很高 第四就是看机构持仓 机构比散户要专业很多 如果一个公司有社保资金 公募资金 北上资金 保险资金等等多类机构持仓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另外一些很知名的私募机构 像高领资本 高益资产 等等这些机构持仓的公司也可以关注 可以在其中挑选 但不能盲目的抄他们的作业 第五就是买龙头股 非常重要的一点 买行业龙头 买不了龙一 要买龙二 龙三 龙三之后的公司基本不用看了 未来很多年都会是一个存量晋升的时代 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行业资源会越来越往龙头聚集 龙头公司会在品牌优势 市场渠道 成本优势 研发能力 人才优势等各方面吊打行业内的小公司 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强者会越来越强 弱者会越来越难以生存 即使是新手宝宝 用以上几个方法选下来的基本是很好的公司了 至少踩雷的可能性很小 选的好公司不代表马上就可以买入 还要进一步看价格和估值 常用的PEPBPEG都是非常好的参考指标 选的好股 再好价格进入 坚定持有 这样你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好的 谢谢 拜拜